法國音樂劇《悲慘世界》 去年在上海文化廣場演出結束後 觀眾齊聲高唱主題曲《你可聽到人民在歌唱》 這也是繼北京國家大劇院上演《人民公敵》 造成了劇院起義之後 又一起文藝作品引發觀眾共鳴 法語音樂劇版音樂會《悲慘世界》 正在上海文化廣場上演 9月24號推特流傳視頻 上海觀眾在演出結束後 集體高唱起這首《你可聽到人民在歌唱》 不僅在室內 甚至在劇場外的大堂上 也有觀眾站在樓梯前高聲合唱 歌聲響徹劇場內外 《悲慘世界》是法國作家余果 在1862年發表的一部長篇小說 講述主人公人阿讓為了挨餓的孩子去偷麵包 結果被判處19年苦役的生涯 小說背景中融入拿破崙戰爭 和1832年反君主制的巴黎共和黨人起義等法國歷史 而主題曲《你可聽到人民在歌唱》 被全世界公認為反極權統治的代表性歌曲 有24號碗領唱的觀眾在微博上透露 當時努力嘗試了幾次 才最終帶動全場大合唱 雖然唱到嗓子痛 但是實現了肖想已久的溯願 共和國的旗幟照耀著我泡了枸杞的保溫杯 也有加入合唱的觀眾在推特上說 我唱這首歌的時候就是在想著政治 這首歌也因為它產生的政治背景而顯得愈法珍貴 如果沒有這層背景 這首歌感動不了那麼多人 大陸傳媒業者 電影製作人施宇哥認為 這首歌之所以引發上海觀眾的共鳴 是因為目前中國社會仍然處於獨裁之爭 但人民已經有了被民主的渴望 旅美時事評論員 本身的水平還跟上演時的社會形勢和受眾心態有關 2013年 音樂電影《悲慘世界》在中國大陸公演的時候 老百姓還能憧憬著過點好日子 所以當時共鳴不大 票房只有數千萬人民幣 但是才過了五年 形勢就急轉直下 現在川普在船面出擊 中共這架破飛機搖搖欲墜 手頭相對充裕的那些中產階級 經歷過假疫苗、P2P爆雷、貿易戰的衝擊 他的日子難過了很多 他們對此不產生共鳴才是奇怪的事情 《悲慘世界》主題曲近年來成為華人社會抗爭的名曲 此間在香港被改編過兩次 尤其是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 被改編成這首《問誰未發生》熱唱一時 很多知名人士喘唱 表達對中共不滿、公民抗命的心聲 你像香港人他們是很早就接觸到海外的先進的文明的思想 很自然的會把一些曾經產生過巨大影響這種藝術作品的話 聯繫到自己的訴求當中 現在大陸的人也已經走到這一步了 對時局的不滿、對獨裁的不滿 種種的表現通過精神上的甚至是行動上的東西 會越來越多的出現 這是近期又一起百年前的文藝作品 可能觸及中央當局紅線的事件 此前 北京國家大志願上演挪威劇作家易普生的人民公敵 也因觀眾在劇場熱烈反應 聯繫到當今社會亂象被當局叫停 目前 上海觀眾合唱的視頻 在微博上已經出現被刪除的情況 不過有參加合唱的民眾說 刪一條微博能怎樣 刪得掉傳出去的歌 刪不掉心裡的熱